你是不是以为 竞云资本没有你不行啊 我滚到项目部 就两个月 爱干不干 成交 做个项目 最基本的四个环节 木头管退伍 你擅长哪个好 我就耽误您十分钟的时间 对 月期一跟我回报啊 你又是哪个样 要不你来 你来 你来汇报 两期基金一共接触的项目 九百多个吧 你明天给我就行了 明天 如果你没有能力做什么事 那就不要做 我告诉你 陆继明 终有一天 我要让你向我拧怂 妈呀 陆总 这我也需要情绪发泄 他要是不傻 有点口不择言 就该知道是哪个对 但是你拉黑我真的太过 你这还是在保护他 你抢了我的项目 为什么不承认 资本市场的不一句 多多少 相比精英 不让有价值的创业者 在起飞前 就被剪断翅膀 普通人 就是最大的市场 这叫社会责任心 你有吗 我认为我投资的消费品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挺有意义 做投资不是做私事 区区几个点也不值得 钱人多的话就值得 利益也好 人情也罢 都不该打破这条底细 我想守住他 我刚进入社会的时候 是你带了我三年 看得路不行 我记得那会儿 你就跟我说 你想干投资 结果我让你当秘书 有一句话 我一直没跟你说 你已经是个 非常优秀的投资人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存在一种 让你永远不会后悔的 投资项目 我想 那应该就是梦想吧 投资是一件 值得开心的事情 相互建立起人 相互帮助 让善良人 本地下转 这就是我们 才投资的意 加油 加油 愿我们 得偿所愿 梦想成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